這邊是吐佐跟博克來所發佈的一篇PAPER 叫Soft Etacritic 那這一篇出來的時候其實蠻去年出來的 所以蠻不錯的 因為它讓強化學習的速度 相對於其他的演算法 像是Soft 像是DDDG Po SQ的Soft 庭仁林和DQ3 這些演算法刀分就是 就是根據你的情形來訓練你的設計 設計你的強化學習的模型 那這些都有它自己的 其他的都有它自己的 都是Baseline 然後像DDDG就是連續的動作空間 就是你的動作是連續 連續而且高穩的情況下可以用它 那Ppo的話它就是會調整 它是那個強化學習基本的 綠色的連算法 那這幾個 DDDDG很難選 DDD3是改善DDDTG 對 它們兩個都是用在那個連續動作空間的 就是像 像你開車 那你要油門跟你的那個煞車 這些都是屬於連續的連續的數值動作這樣子 那SQL是Soft Q能力 那它跟這邊Soft Actor Vigil是概念相同 不過它是用在Table的情況下 那Actor Vigil是車會T2的方法這樣子 那我主要就是說 主要說就是說 這一篇提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跟現有的所有的方法來比的話 它在一定的 在比他們小很多的episode的情況下 它很快就可以超過他們所有的旅遊 對 而且時間花的只能自由人家的1分之1的時間 然後甚至更少的時間 對 所以它就是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 宣稱說 它就可以拿來真實的應用這樣子 可以直接拿過來訓練 然後用在真實的場景的訓練 可以比較好 就像 就像 這麼多 對 真的很多人其實都看過 像這樣 它其實可以直接 直接訓練 像這樣的機器的行動 然後訓練它的狀態跟動作 然後 36分鐘 好 就已經可以這樣子走了 然後 72分鐘 已經走很快 這樣子 然後訓練速度很快 這樣子 然後一小時半進來之後 已經可以訓練 一個真實的機器人的行動 對 對 是從開始變得很穩定 這樣子 所以它的訓練時間變得很少 這個 這個 嗯 蠻 目前我看起來 得到一些 像 亞馬遜上面有一個叫 Deep Race 的那個 賽車的模式 那有人在上面的 使用情況 我自己還沒有用啊 那是 他們驗證情況是 SSC 看起來真的比 其他人的 手錬是骨塊很多 這樣子 這邊的Humanoid是訓練兩隻腳的機器人嗎 喔 對 但是 對 兩隻腳 你說這個嗎 喔 這一個 HUF HUF 那個 E跟F 那Humanoid 是訓練 兩隻腳走路的 robot 喔 HUF是啦 那你說 博客圖D好像 沒有說 最 下面一排的 H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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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確定耶 來看一下 HUF 因為前兩個 我有看一下 是人型機器 對 看起來應該是吧 好 好 好 是我們測試我們的行機 對對對 是這樣子 對對對 他們都是在Jry上面 OpenAI在Jry上面訓練的 這樣子 對 測試 好 趕快講一講 對 好 那 那 那 可能還是要講一下 Activity 還是什麼 趕快來講一下 那 這隻是血液的 就是 這隻是血液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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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所以說 我就會有個策略的機率 然後一個分鐘 凝數 模型 那這兩個都是要訓練的 那 那 整個 實用在 策略模型 就是一個策略模型跟一個狀態值模型 狀態值的函數 然後我利用狀態值函數去產生一個TDAIRROR 那這個TDAIRROR拿來做什麼 一個核心的概念就是TDAIRROR 那TDAIRROR就是拿來update策略跟update指函數這樣子 那update...對...update策略跟update指函數 那策略被更新了以後 我利用這個策略 新的策略去取樣 再繼續更新指函數 然後再產生TDAIRROR 然後再反回來更新策略跟指函數 對...然後這樣子就是一個TDA TDAIRROR的概念 那所以說... 在...呃...他怎麼樣子到這個型態 我就...我就...我就不講了 因為這個要講蠻...蠻...蠻...蠻久的 那...他主要的...他主要的基本公式 就是最基本的 因為基本公式就是... 就是說...我今天的話... 我今天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我今天會去取... 從...現在任意的一個 input 進來的策略去取樣 那取樣以後我會... 去...有一個 sample 那 sample 出來以後我就會得到一個 action 然後以及... 以及我觀察到這個 action 會...會... 經過環境會得到... 會轉移的機率跟履物 那這個... 這裡就是... Delta 就是 TDAIRROR 就是剛剛說的 TDAIRROR 所以我的... 履物我們加上我這個... 值函數 那是下一個狀態的... 值函數的值 減掉我現在狀態的值函數的值 對...那就是...這個就叫做 TDAIRROR 對... 簡單來說就是... 我...我...我 sample 了一次以後 然後... 我 sample 一次以後 從我現在狀態 sample 一個 action 出來 那這個 action 會... 會轉移到下一個... 下一個狀態 也就是我...我往前... 我往前看一步 我往前看一步 我往前看一步了以後 我...我往前看一步了以後 我...我往前看一步了以後 我所得到的值... 的...值函數的... 的乳用值 對... 減掉我現在的... 的... 的乳用值 對...的差距 就是叫做... 就叫做 TD 對... 嗯... 那... 這樣子的... delta 值... 呃... 對... 對... 那... Atercritic 我剛剛說過 總共... 呃... 總共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更新值函數 那... 一個是更新策略函數 那... 策略函數的更新呢 就是... 策略函數的更新 就是... delta...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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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原因就必須要往上看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有一個直函數 我們如果有一個直函數我們自己定義的 那可能是 假設都是神經網路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策略的函數 我們簡單一點可能它是一個導師分布 那我們就去這個直函數的話 但是我們利用這個導師分布 去帶入我們現在的狀態 然後去取樣數Action出來 然後一直觀察 然後一直不停的Iterative 去得到余溫值 然後一直這樣反覆的去訓練 直函數跟訓練策略 然後最後達到一個熟練 那就是那個Atercritic的基本的概念 這樣子 它其實跟那個Gang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Generator 跟Gang 是不是概念上是很相近 對 對 對 好 好 好 那它的特徵 那它的特徵就是說 第一個它把 Entropy 加進去 當作一個Lagrelation 的Turn 對 那 另外一方面 就是 這個加進去的 Entropy 的方式 會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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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券出來的 會使你券出來的Action 趨近於一個比較平均的Action 的分布 對 就是不會有一個比較偏薄的分布 它盡可能讓你 因為這是Entropy的特性 這樣子 所以 如果 如果你 比如說我們達到最大值的情況下 有各種 有各種達到最大值的幾乎差不多的可能性的話 它就會選擇Action分布 Action分布會比較平均的那種狀態 那根據它們的實驗呢 它們認為 它們看起來 你使用 這一種加了這個Entropy的Regulation Turn的話 會使得你的Cover Cover Cover的速度 會變得速度 會變快 這樣子 那 那 這缺點 這不是Paper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 就是 它畢竟還不是DTPG 那種 確定性策略 確定性策略的 目前只有DTPG 只有策略T2的方法 可以運用在 高維 高維的連續動作空間 也就是說你的動作可能非常多 而且都是連續動作空間 因為要計算策略T2 要累 累算所有的狀態跟Action的T2 所以其實這在目前策略T2上面 是一個挑戰 那目前只有確定性策略T2的方法 因為它不需要積分Action的值 因為它是確定性的動作 所以說它比較可以 它可以運用在高維的連續動作空間 但是它很難券 這也是目前 DTPG 它們這個方向的 確定性策略的方向在突破的 那這篇PAPER的話 它既然讓它的隨機 隨機的動作 是比較好券的 就有可能 接下來可能會有人開始用 用在高維的動作空間 下一個可能 可能有人要做的 那 剛剛說 Etiquity的方向是這樣子 那off policy的話 其實在這篇PAPER裡面 它也是用 像DQA一樣 用Experience Repair Buffer 也就是先把你sample好的 的那個 那些取樣的那些動作 放進波紋裡面去 然後等到你要拿出來Chain的時候 就是用一個mini Batch的方式 拿出來做Chain 就是在DQA裡面常用的 既然你是用這種方式的話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off policy 的方式這樣子 那Mespa Entropy就是指 我們一般 我們在做 強化學習的話 這是強化學習的基本 的公式 我們其實一般就是去算 理論我們的最大值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的進入一個文態 文態 馬卡夫爾文態分布的時候 那你的狀態 跟一個State 跟Action的取樣 對 那你要達到 其實這一邊 做ST跟AT 這就是Q函數了 那你雷算所有的可能的 State in Action的組合 這樣雷算下來 你要達到期望值最大的 那其實就是 就是Q函數要最大的 這樣子 那這是基本的強化學習 就是Q函數的雷算公司 那在這裡的話就是說 我們就是把 那這裡核心的概念 這邊只有一個核心的概念 就是 就是把Entropy加進來 對 那其實你就畫一下 或者是網路上的 那些資料都可以知道 Negative Entropy 對 然後線上它的幾率 這樣子 然後去看它就是 要達到Entropy最大值 其實就是你的幾率 幾率分布要處於平均的狀態 這樣子 那這裡 這篇paper 不是第一個 把Entropy加進來的人 對 但是它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去證明 去寫出來 兩個Lamma X1 然後去證明說 說 用這個方式的話 策略會得到熟練 而且 會熟練到最佳節 對 那其他人 並沒有做這樣子的證明 所以它 它算是比較 對 對 然後剛好它解骨又特別好 對 那 整體來說 它的方法 就在這個連算法裡面 也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有一個環境的話 那我就對我現在的策略 策略會去做 去做許樣 目前的動作 然後以及環境會給我下一個 我做 環境會給我 我執行的現在這個動作 達到下一個狀態是什麼 對 然後我就一個個把我 我現在 模擬器 去模擬 去丟進去這個模擬器環境 所以 我 我做的動作 跟這個動作 會達到怎麼樣的狀態 這樣的狀態 一直存進去一個buffer裡面去 那這個buffer就是下次會 我會做一個mini badge出來 然後去training training我下面的東西 然後去training我下面的東西 然後去training我下面的 這樣子的behavior 那 那它的框架已經融合了 已經融合很多的演算法的優點 跟很多演算法的去殼 進去了 所以最主要 最 呃 我看到 就像 呃 它其實主要融合了 比較偏 TD3 TD3的方法 這樣子 呃 所以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 呃 呃 呃 Ectocritical 總共 Ectocritical有兩個 主要 有一個主要的 框架 就是說它會去算 去算它的 呃 去算它的TD error TD error 對 算它的TD error 所以中間這個部分呢 就是算TD error 然後上面這個部分 V 就是算值函數 這邊是一個T度 T度 gradient descent的公式 就是說它其實是算 值函數 它去計算它的值函數 那下面是策略 是策略函數 就是策略函數 它這邊是去算 算策略函數 對 然後這邊是它的 這邊就是 這邊我拉出來 就是它的Cost函數 你知道嗎 那主要目的 就是一樣 一樣跟我 呃 跟我最前面講的一樣 就是 我去算 我去算TD 那 比較 我去算TD 然後TD算完了以後 去更新 去更新值函數 然後又更新策略函數 對 然後 再來的話我就是把 呃 我就是把 然後這邊 因為沒有畫圖 可能比較 要 也要抽象一點 就是 嗯 也要抽象一點 就是 值函數總共 值函數的話 它的式值是這樣子的 值函數減掉 呃 喔 值函數 值函數減掉 呃 那個 動作 那個 那個 Q函數 Q函數就是所有的 狀態跟動作的組合 對 所有動作跟動作組合 對 只不過我剛剛說過了 我們會 我們會在所有的狀態跟動作的組合裡面 加上它的那個 那個 對 加上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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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加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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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目的呢 就是要讓 我算出來的 要想辦法 讓 Action 算出來Action 處於一個比較平衡 比較平均分布的狀態 所以其實 這個式子很 其實 這個式子是為了要 要捐 這個 值函數啦 對 那 這個Q函數呢 喔 這裡面總共有四個東西要選 兩個值函數 兩個值函數 然後 兩個Q函數 兩個值函數 兩個Q函數 然後一個策略函數 對 兩個Q函數喔 雖然這邊只有一個 對 但是這邊有兩個Q函數 也就是這邊有一個 這邊I有兩個 I1跟2 所以 這邊 呃 就是說 我有兩個Q函數 對 我有兩個Q函數 那 這兩個Q函數呢 我都 呃 這兩個Q函數 這邊是一樣 這邊這一個Q 這邊下面的這個Q 這邊下面的Q 是帶過來這裡 對 有兩個一模一樣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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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TD 剛剛說的TD的 就是Q 減掉 你得到 你下一步 你現在這一步的 你現在這一步的 動作值函數 減掉 你下一步 你下一步的值函數 跟他得到的revol 所以這其實就是TD 對 但是我們 在這裡的很特別是 有兩個TD 有兩個TD 那兩個TD 他每次訓練都會去訓練兩個TD 對 所以就是兩個 兩個動 兩個Q 會去訓練兩個Q 對 那他 他這個Trick 這個是他其中一個Trick 就是我訓練兩個TD 但是我只取其中一個最小的TD 對 所以我取出最小的TD以後 我再拿這個最小的TD去更新策略函數 更新策略函數 更新策略函數 那 對 那 那策略數的話 就會加entropy 然後 策略函數 策略函數 更新 更新 策略 對 這就是我前面 前面有一個 策略函數的基本更新公司 剛剛有說過 就是你會有一個Log LogPi 這樣子 然後 減掉一個Q的 Q的函數 這樣子 就是 比較 對 那 它裡面其實 比較 所以它其實 它的目標是這樣子 我要訓練 但是它並沒有 因為這些TWICK 這邊其實聽起來會有點抽象 就是 因為它已經用了很多偏偏格 像TD3 DDPG 還有DQN 他們都是已經開始用了很多 這樣TWICK 像我 我會有兩個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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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V函數 但是還會有一個V函數 對 一個V函數 就是 我這樣子訓練這個 動作值函數 這個動作值函數 那我一段時間呢 我就把 但是會有一個 跟它一模一樣的動作值函數 在這裡 對 那我一段時間 我就把這邊的 這個 本體的動作 動作值函數 本體的值函數的 參數值 傳回給 傳回 傳回給這一個 這個 它的 副本的 這個 而且是以一個一定比例的 的 Branding的方式 去更新這個 第二個 這個 這個值函數 那這個值函數的話 就是專門 這個副本的 值函數呢 就是專門用來算TD的 對 算TD 所以就是說 簡單 總結一下 就是說 這邊的話 TD的話 會用 TD的話 會有兩個TD 對 會有 也就是說 Q Q 減掉 V5 那這個是 值函數的副本 也就是說 我會有兩個TD 那其中一個TD呢 是 Q1 減掉 V5 減掉這個 這個 一樣的 然後減掉 得到乳用值 和V5 另外一個是 Q2 減掉 V5 對 就是 在這個TD的計算裡面 都是用 都是用 這個副本的 值函數 那主要的值函數呢 是不會 不會參與計算的 對 他 這是一個 他就是 他這些很多的技巧 都是為了讓 確定 這樣子 包括他用了兩個 兩個動作 兩個Q函數 然後一個副本的 的值函數 這樣子 那 好 那其實 另外一個 最後一個Trick是說 他發現 他們更新的時候 他不能 他這樣子更新 更新 他更新Q的 Q的 兩個 他更新Q 喔 更新Q 兩個Q算出來以後 取最大的那一個 他都會兩個Q算出來以後 參數取最大的那一個 然後 的值 去給其他的 去給其他的 做運算 包括更新策略跟更新值函數 這樣子 但是他 發現更新的方式的話 是要每兩步 才更新一次 就是說晚一點更新 對 嗯 嗯 對 所以 所以是 對 他們每更新 每更新兩次 自己他們才更新一下 才更新一下策略 才更新一下值函數 對 嗯 對好 那他的 整個 演算法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這邊 這兩個TWICK 都是從TD3裡面來的 對 就是TWIN的 DDPG 裡面來的 超過來了 對 也就是說 會有兩個DoubleQ Double的Q 函數 對 然後我從兩個裡面 這兩個Q函數會去各自跟那個副本的 值函數 去做計算 然後算出各自的TD 然後我取最小的TD 去更新值函數 更新主要的值函數 更新主要的策略 對啊 就是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 策略的更新 跟值函數的更新呢 必須要是Delay的 Delay的更新方式 也就是每兩次Delay一次 這樣子 嗯 好 那 嗯 大致上就這樣 講完了 嗯 你會覺得 Soft Soft 就是加入了那個entropy 然後讓原本的 的動作 變得趨近於 比較分布 比較平均 對 原本的action 原選 對 對 所以它會趨近每一個ent 所以已經差不多 對 entropy的特性就是這樣 就是entropy資訊量最多 就是在 幾率分布 大家都平均的情況下 entropy就會最大 對啊 再去畫一下圖 就是不難理解 對吧 就是regalization 這就是它的一個regalization 的特性 這樣子 請問它那個TDA 為什麼是挑小的 不是挑大 就是它的TDA 大的話 不是收電會比較快 大的話會收電比較快 會收電比較快 比較重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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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 就在看 就現在看 Double DQ 然後 嗯 就是在那個 像那個 鮮豔的EQ 在存資料的時候 都是 以那個TDA 比較大去存 那個 它的那個 不知道你知道那個 那個Trip 那個sumtrip 然後 好像都是 我感覺就是 以 使用比較大的TDA 有更新 會 收電會比較好 那我不知道我們到這邊 我再沒有放到這邊 為什麼 可能跳比較小 喔 比較大的喔 因為 對喔 它為什麼 它跳比較小的 就是 衛特斯 更新 欸好問題 如果 如果我要讓它的 策略 我要讓它的 集團數最大的話 因為TDA 應該要比較大才好 TDA 比較大 帶回去 箱層 比較大一點 對 但是 嗯 它體質裡面 確實要用 因為這樣比較穩 可是它有別的 就是說 它設的比較小的時候 它也有別的解決方案 讓這個效果又降低這樣 就可以變成收斂比較好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還是 從前面搭到後面 所以 我想我可能 叫中間什麼東西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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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是減啦 因為TDA 一般 TDA 一般算了以後 這個Q JQSita 哦 對啊 因為我這邊 JQSita 看起來這邊Sita 是減的 對對對 所以越減越 所以其實 哦 所以相當於TDA 要比較大 哦 哦 要解 沒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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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跟貝斯萊 做法 剛好 是有點不太 因為貝斯萊 是把他 大的地方 變大 然後大 就是大的機率 然後更新的時候 想要更新更多 讓你更新更多 然後 然後 就是 就是他更新的時候 希望把那個 就是 跑的位置變大 然後變更大 然後就是 這樣子的話 瘦了 瘦了一些 就是把那個 搶這個 把它拉回來 就可以平 嗯 嗯 他 對 所以他有一套 他有去證明說 他這樣子 以這樣的方式 去training Iteration Evaluation 然後再用 Igumen的方式 他的策略會 會得到改進 所以我認為 有可能就是 那種偏頗的情況 跟平均的情況 就是有各種的分佈的情況 可能都可以達到 如果都可以達到差不多的情況 的情況 達不到最佳乳膜的情況的話 他會傾向一樣 用比較平均的 對 而且就他自己上面寫的實驗說 他發現用平均一點的 鎖略會比較快 對 這就是他認為 應該要用這個的方式 對 他平均是 你說平均應該是 Action 對 他希望 他 他希望 探索的 那個 多一點 嗯 對 對 Faceline 好 就是Faceline 化放的想法 你的Faceline 應該是 嗯 一個月 對 對 C-Vaceline Fac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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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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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那個 Value function裡面再減一個平均的Value function 就是ActionValue function 減掉一個平均的Value function 你說減掉白耳 對對對 對 這就是DD的原理 可是那個就是它的原本的動機 它是希望說 它希望把更新 就是每個Action會不一樣 然後它更新 有些更新比較大 有些更新比較小 它希望把那個拉大 就是更新更正的地方 它把它拉得更大這樣子 它希望讓它做得更快一點 我記得減掉那個 減掉那個白耳式的原因是因為 是因為 我們確定一下 可是我記錯了 我們講的是另一個這樣子 對啊 對啊 再猜 你講的是 你講的是 這一個吧 呃 對 沒錯 減掉一個白耳式 所以TT才出現的 對啊 對 可是我記得 這是因為你這樣子 你進入文態以後 你不減 他直函數 他你減掉這個是為了讓乳洛去 就是找到一個 因為進入文態以後 理論上你每走一步那個 就是直函數的期望值 應該會走一步那個 平均期望值會固定 對 所以他減掉一個 你那個狀態下 所以應該在進入文態以後的期望值 就是為了讓乳洛 對 對 然後他 我有聽過某一個講法是 他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 他不變中間以後 如果是正的話 你再乘一個時候 他就變更大的 所以他update會更更大的 所以他就變成每個action的那個 update的那個情況會 就是update 就是update往正方向很多的 然後他就變更多 所以他就變得比較不平均 他希望把 他 他希望把他 就是update的 往正方向update的那個 那個 後面已經再把它拉起來 這樣子 正方向 對 就是 比較容易action的update 然後再把它再 把它再count down 所以他就更不平均 嗯 就是 這個的話會跟sort 不會 我理解 可是你這樣子 可是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呂問子 你把action的那個再拉大 對 所以他的好處是就是說 他可以比較到達 比較好的policy的action 就是這樣 所以這樣呂問會比較 整體而弄 呂問會比較好 他覺得啦 是喔 就是baseline的想法 是這樣子 他可能跟sort 就有點違配 所以我不知道 那個時候剪這個書 上面是說 是因為 要剪的這個 那個 因為他發現這樣子 不好券 那個bios都會開 那個 如果這樣每加起來 會有可能會很大 有可能會 會 都是證數 有可能全部都證 有可能是 證一千 證一萬 那我剪掉一個 那個 可以讓他的 數值比較那個 比較好券 這樣子 好 那 我覺得 嗯 這個關鍵 那一天啊 可以分享一下 還有問題嗎 沒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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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